2018年8月14日,火箭正式签约,安东尼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 安东尼、保罗和哈登组成火箭新版三巨头,他们将对新赛季的总冠军发起冲击,乔和获释宿命。 10年前的今天,火箭同样完成了一次三只头的组建,当时刚刚担任火箭总经理一年的莫雷,做了一笔向火箭熊尼兴奋不已的交易。 2008年8月14日,国王与火箭之间的交易正式完成。 国王送出罗恩爱泰斯特塔特里克游盈二世,小恩金格特里,幻回报比杰克逊,新秀丹特格林,2009年首轮选秀权以及一笔现金。 这笔交易的协议其实在此前已经达成,但由于格林在7月14日签下新秀合同,所以他最早要在8月14日才可以被交易。 这笔交易,让火箭组建起姚明、麦迪爱泰斯特的三巨头阵容。 当时他们没有明确喊出独怪的口号,而是用了两个单词get read,翻译成中文,就是红起来。 球迷们的期望值却很高,甚至拿他们和波士顿开尔特人的三巨头做比较。 当时谈到火箭版本的三巨头,姚明曾说过,先打出相应的水平,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三巨头,不能一下子就拿我们去跟波士顿比。 可惜的是,由于伤病的问题,火箭虽然打出53胜29负的战绩,并终于闯过了首轮,但三巨头并没有真正走向成功。 他们在西部半决赛三到四,不敌虎人,姚明,阿泰和麦蒂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姚明打了77场,阿泰打了69场,而麦蒂只打了35场。 短短一年的合作后,阿泰就离开了火箭,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签约虎人,姚明因伤包销了整个2009到103系。 麦蒂也在赛季中期就被火箭交易。 如今,火箭又一次凑齐三巨头,安东尼签下一年合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短期的尝试。 美国各大媒体基本都不看好火箭,认为即便火箭签下安东尼,他们也不可能比上赛季更强。 对于火箭来说,被质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像安东尼说的,他让哈登该打空位,保罗加盟火箭时,这支球队都被质疑过。 2018到1937的火箭将在这一生中再次启程,这一回,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吗? 对于火箭将在这一生中再次启程中的火箭将在这一生中再次启程中的火箭。